- 觀眾朋友大家好,午安,歡迎收看《未來事件部》 我是王志玉,現場為您邀請到是華鮮同步的總經理線,文文哥午安 主持人,大家午安,大家好 在講話文哥還在旁邊親吼了 對,沒錯 準備要好好講一講這個盤,對不對 還好吧,那麼簡單的行情,有什麼好講的 真的啦,很簡單,請看盤中重播帶 哪有很簡單,今天過高 對,9740,昨天預告9740 然後今天一過,沒有今天有9800 9840講說不定,早上說9840 沒有今天高點很高耶,9869 對,9869 這個叫做只差130點要上萬點 是的 對不對 結果馬上掉下來 因為我在盤中讓它掉下來了 你盤中有預告說今天主地心態是空的 對,沒錯 可是真的,為什麼盤中就會知道 因為盤後我們後來看盤後籌碼 盤後才看得到 盤後籌碼是外資倒出來了 期貨它這個多單一口氣倒了7000多口 對,沒錯 對,為什麼你盤中就知道 如果我盤中不知道 你們幹嘛找我上節目 我這樣講沒錯吧 好,那你說明天呢 明天 明天應該是3歲小孩的行情 因為明天的話 正常而言的話 它會往下做一個所謂回撤 可是因為明天時間 本來是先空後多 遇到多方時間又會拉起來 所以收一根T字線解完了 下班 對,T字線 T字線 對,T字線 就是有下影線 有下影線 講完了是不是 講完了 那我們大家一起走 一起走是不是 沒有啦,把晚上 因為晚上我沒辦法錄 所以把晚上拿出來 現在錄一錄好了 我犧牲我的節目來錄 沒有,你好好講一講 沒有很簡單 為什麼大家搞這麼複雜 你們自己要學啊 對不對 你們要不像 你會不像治癒師靠外表的 還有他的專業 還有他的頭腦 還有他的智慧 你要講那麼多 你不要放在我這裡 好,那麼其實基本上 我們把明天行情全部解光光 那麼我先讓大家想一件事情 從新春開洋盤 新春開洋盤的話好像有點侮辱到我的會員 從新春開洋盤到現階段 我們是怎麼樣維持權盛 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今天台北股市是下跌 麻煩你去問我的會員 今天我做多我一樣賺 那我怎麼做到很簡單 又回到了一個所謂原點 這一波我知道有很多投資朋友 那叫飆飆準準的屍骨無蠢 因為你們會看波浪 因為你們會看KD 因為你們會看所謂的成交量 可是我在節目當中 我每天苦口薄欣跟他講講 我說主力做什麼操作 還是架構在價格的觀念 包括主力心態 好調快一點 我請問各位 如果我是一個死多頭 我只會做多不會放空 基本上這種節目 你就不要看了 第一件事情 剛剛志祺問得非常非常好 為什麼我盤中就知道 那為什麼 我請問大家 為什麼3D財經台 要給我連線連這麼久 因為最主要原因 他希望我能夠在盤中連線節目當中 不是像一般投顧老師 看圖說故事一樣 而是要講出主力做手的操作邏輯 我請問各位 2月2號那天 我有沒有很清楚預告主力心態 他已經由多轉空 但同意在農曆封關之前主力心態是多 結果新春果然跳空開高 結果當心態由多轉空 其實這個很像今天你知道嗎 心態由多轉空 老師那我知道明天了 這個很像今天 再變了 我們前幾天 今天是禮拜四 禮拜三禮拜二禮拜一 每天主力心態 都是一個標標準準的多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已經創下了 一個所謂波段上面的新高 那重點就在於說 我這個操作很簡單 因為那一天心態是一個送分題標標準的強空 所以在9點26分 我告訴我的會員空 等同於就是因為主力心態空 2月2號的那天台北股市 送你一根扎實的長黑K棒 而不是等到送你一根扎實的長黑K棒 很多人掛 就是掛在2月3號開始 為什麼 當你看到一根長黑K棒 你會告訴我任何的一個所謂反彈 都是一個所謂空點 結果我反而在節目當中 跟你預告9442天 我跟你預告有關於2月3號台北股市會跳空開高 那問題重點就在這裡 2月2號我可以做多 那如果我沒有主力心 看到2月3號這一個標標準準 10點26分 這本來就是個標標準準的頭部 這本來就是要持續放空 可是問題為什麼來到2月3號我反而做多 因為很簡單 我在節目當中我已經跟大家預告 我所謂的節目不是等到收完盤最自愈以後加分 今天我在一華節目喊自愈 真的 真的 你自己看盤中連線真的有 你看重播在就有了 所以說沒有 兩個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越描越不要講 那我請問各位 我可以在2月2號放空 我來到2月3號我反而做多 因為很簡單 心態它是個標標準準的多 就從2月3號禮拜我的主力心態 甚至到2月6號禮拜一心態還是多 禮拜二心態還是多 就第一階段 我們有沒有先達成最簡單的初步的任務 2月2號心態空跟著放空 一口氣跌了90點 2月3號心態由空轉多 而且周線是個標標準的紅燈 有沒有一口氣又漲了 將近有150點 好最精彩就上禮拜了 然後來到上個禮拜二的時候 我在節目當中自己把重播帶調出來看 我已經跟你預告這個行情 就是準備嘎到一個所謂外太空 說老師啊 結果你預告完之後 禮拜三收一根十字棒 他沒有嘎到外太空 所以說我就以為我的空單很安全 我繼續抱沒有關係 那你知道第二次的轉折 你的問題在於哪裡嗎 又回到原點了 第一件事情 你不懂得一個所謂規劃 什麼叫規劃 我在禮拜三收十字棒的那天 我也很清楚跟你預告 我說禮拜四會跳空開高 開高就往下回測 來到9511點會反彈 麻煩真的 你把上個禮拜三的重播帶調出來看 第一件事情 我已經做好了一個所謂事前的規劃 那事前規劃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我請問各位 很多老師告訴你 你只要用它的一個所謂軟體 你只要看箭頭訊號就好了 你每天自然就能夠賺錢 可是在實務上面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大部分的頭顧老師的軟體 都是等到事後 為了上節目去改參數 那我只要請問大家 一個很簡單邏輯 你認為主力作手 他今天在做每一件事情 他沒有規劃嗎 還是主力作手都有很多頭顧的軟體 反正只要照著箭頭做就能賺錢 我告訴各位 如果照著箭頭做都不用規劃的情況這樣 你就掛掉了 為什麼 因為我預告完之後 我請問大家 你上個禮拜三跟大家預告 開高之後會往下做一個回測 結果預告完之後 上個禮拜四是不是開高之後 真的往下做一個回測 而這個回測 有沒有形成低點破滴 那當它形成低點破滴的時候 你的軟體照訊號走就對了 那就標標準準的放空訊號 因為你的軟體沒有主力心態 你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 你根本沒辦法擺脫主力作手的 一個所謂欺騙 結果在當天往下擊殺 9點15分的時候 為什麼我要告訴我的會員主力心態多 而且不是多 那叫超級無敵的一個所謂強多 甚至在11點鐘盤中連線的時候 如果我有沒有很清楚的跟大家 預告不是跟著箭頭走 跟著箭頭走的話 那你就每天在盤中連線節目 跟我一樣去告訴全國的觀眾 去讓全國的觀眾去驗證你所講的 一個所謂方向 我有沒有預告主力心態 是個標標準準的強多 結果預告完之後 上個禮拜四 有沒有收在最高高點 還沒完 來到上個禮拜 2月10號的時候 我除了預告主力心態還是多之外 我有沒有預告週限 它是個標標準準的紅燈 結果禮拜台北股市 又創下一個所謂波段上面新高 好 第三次的一個所謂轉折 所以說為什麼 我一直在跟我強調 差一天差很多 來自於這一個禮拜 這一個禮拜 台北股市先往上擊拉 再往上擊殺 然後呢 往上彈的時候 來到9點15分 我告訴你調節 為什麼要調節 其實在上個禮拜 禮拜一的午的時候 就跟大家做預告了 我說禮拜一的收盤 是過去四個交易 來一起背一遍 過去四個交易 來第一次沒有收上空方 防守價9717點 就是因為它收不上 空方防守價 導致禮拜台北股市 真的大震盪 結果你要知道 所有的人 就是在禮拜三盤中 禮拜二盤中 看到台北股市 又形成另外一次的 一個所謂低點的 一個所謂破低 是不是這個很標標準準 大型的 WD不成 反而跌破頸線 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按頭 麻煩去問我的會員 11點59分 我告訴他們 剛好殺到了一個所謂滿足點 不要小看這個滿足點 到今天 漲了150幾點 這個就是我的一個所謂 操作上面的邏輯 藉由時間 藉由空間 藉由主力心態 在盤中連線節目當中 讓你知道主力做手的方向 收完盤的時候 斬釘截鐵跟你預告 主力做手的一個所謂思維 那我請問各位 我這種 預測的一個所謂能力 你事後 有沒有得到一個完整的驗證 如果有的話 還是老話一句 差一天 差很多 怎麼講 最精彩就是禮拜二的時候 禮拜台北股市 收一根所謂的十字棒 爆量十字棒 每一個頭顧老師都告訴你 不排除還會再有低點 押回就是買點 只要我在禮拜的節目當中 很清楚跟大家預告 禮拜三如果跳空開高 直接嘎到外太空 我請問各位 你會選擇相信誰 我告訴各位 如果是20年前的我 我寧願相信其他頭顧老師講的 等待押回的機會 不要急這邊會回檔修正 為什麼 因為漲這麼多的技術指標 在相對的高檔 管理率好高 正管理率跟季線管理率 肺部難係數 全部都滿足點 那是20年前的我 為什麼差一天差很多 好這東西你聽不清沒關係 可是問題禮拜三一開盤的時候 你會不會滿腦子就衝刺的 所有頭顧老師跟你強調 不排除壓回 不排除台子期壓低結算 結果你在壓低的時候 麻煩問我會員 在9點30分 昨天9點30分 我有沒有很清楚的跟他們預告 主力心態是一個標標準準的多 不要小看這個主力心態多 到今天漲了140點 有沒有 昨天我跟一華連線 11點04分07秒 當時才漲40點 結果收盤有沒有大漲 將近有80點 是昨天所跟你預告的 9840點的空方防守價 今天你有沒有再一次得到驗證 所以說不是我紅色 重點我在節目當中 我事前去跟你講 事後你得到一個完整的驗證 全頭顧大部分的頭顧老師 就只能事後馬後炮 所以說如果你跟到那些 口會時不會的老師 還是老話一句 全方位360包含太槍投靠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選擇 因為在全方位360很簡單 很多說西老師 全方位360到底什麼時候結案 不好意思 全方位360它是一個邏輯 它不是專案的問題 我請問各位 我所要求的全方位360 我們除了要給你魚吃之外 吃魚那就很簡單 更重要 我們希望你學習 主力做手的操作思維 因為當你學完之後 你自然有辦法做到 One step ahead的預測 而這預測有沒有很重要 再來一遍 昨天我跟你預告 我除了跟你預告 9840點 叫做空方防守價之外 我昨天不跟你預告 老師今天的時間多空多 好背起來 再來 你只要是我的一個所謂學員 你上過我的課 你本來就是要有本事 在開盤前 你寫出屬於你自己的 主力做手的操作思維 那當然 如果你真的懶得計算 沒有關係 你直接從Gmail去下載 我們的文章 看清楚 我在裡面 我在裡面看清楚 我說開高的話 往下回測 先看9780到9784的一個所謂支撐 9784 9780 9840的空方法 防守價 9784 9840的一個所謂空方防守價 都寫得很清楚 配合的時間 多 空 多 今天多方時間漲 空方時間殺 那為什麼還在談起來 因為還有一段 多方 時間 好 那當你懂得這一切總總之後 今天9點24分 往下擊殺 往下擊殺的時候 我有沒有很清楚的告訴我的會員 主力心態是小小空 可是他殺到了空間的一個所謂滿足點 這一談 有沒有再談了25點 可是老師那為什麼要出 因為很簡單 再看一遍 這是今天三立財經台盤中的一個所謂連線的一個所謂圖卡 這裡面有一個數字我給錯了 那沒關係 明天我會修正 我請問各位 今天我有沒有預告心態 它已經由多轉為一個所謂小空 由多轉為一個小空 這是為什麼今天外資調節最主要的原因還沒完 今天外資賣了6958口 可是我還是老壞句 我剛剛一開始的時候 我所畫的推背圖沒有任何的改變 明天往下回測多方防守價還是會拉起來 因為最主要的原因 明天會先看到空方時間 空方時間之後還會再有一個所謂多方時間 所以說如果說你手中有多單不知道該怎麼處理的 我奉勸你一件事情 你千萬不要停損在地板 那同樣你手中有空單 你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我也奉勸你一件事情 不要看到擊殺 你就以為要崩盤了 搞不好尾盤又可以嘎到一個所謂外太空 你不要說我們可以預告 那至於說多方防守價的部分 麻煩你自己懂得如何去計算 如果不知道該怎麼計算 很簡單 全方位360差一天真的差很多 那來到這邊還是老壞句 很多我的同業問我說笑事 你的存在我們很難做生意 我覺得這群老師 那叫做標標準準的利益不良 今天身為一個所謂分析師 我們之所以存在的一個價值是讓會員賺錢 會員賺錢而不是以招收新會員為目的 就是因為他們利益不良 就只會用拐的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很多老師是日漸凋零 那我所要求的我請問各位 我要求都什麼 我為什麼你看一檔上銀 一檔一檔6166零滑 甚至包括所謂的1590雅德 我進場買進的時候 我在節目當中我完全沒有遮掩 就像行情的規劃也都是一模一樣 昨天跟你預告9840 跟你預告時間多空多 我都不用遮 不要跟你如果來如果去 為什麼 因為我希望你賺錢 因為我真的很希望你賺錢 因為賺錢之後你要先看 很多人說我先看 我先驗證一下 我再入會 我讓你先驗證 我讓你先驗證 就像三立財經台的盤中的 一個所謂連線節目 那讓你先驗證 我盤後跟志玉的一個精彩演出 也是讓大家去做一個所謂驗證 想到哪裡去 也讓大家做驗證 那驗證最主要目的 希望你跟我們操作之後 你了解我的一個所謂操作策略 而我們今天之所以存在的價值 又是來自於 紅色這個大箭頭的行善布施 這一波 有很多投資朋友 輸到人仰馬翻 兩三次的轉折 第一次在2月2號 我告訴你空 結果一根長黑K棒 每一個投顧老師跟你預告 任何的反彈都是一個空點 結果2月3號10點26分 反手做多 因為心態有空轉多 第一階段一口氣漲了150點 結果上個禮拜四 上個禮拜四 在節目當中跟你預告 主力心態強多 上個禮拜二跟你預告 嘎到外太空 你都不相信 結果又真的漲上來了 來到這一個禮拜二 收一根所謂的十字棒 你又以為行情總算漲多要回檔 我有沒有跟你預告 持續嘎到外太空 如果跳空開高 結果有沒有得到一個完全的 一個所謂驗證 那我請問各位 那聽完我這一段之後 你有沒有感覺到 你輸的錢非常非常冤 如果你把你輸的錢 拿去捐給 那些慈善的機構 我講坦白的 你才有本事 把你的錢用在刀口上面 你幹嘛沒事把錢輸給主力做手 你幹嘛沒事把錢輸給我們 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我只跟大家強調一件事情 我們今天我們所做的每一個布施 念快點這禮拜 包括191915銀行 藍迪基金會 惠光島完全 立新基金會 喜憨兒 台南樂福 信義全人關懷協會 玄天宮 乃至於天池同心會 再從天池同心會 我們往下延伸到這一個是台灣平同營養福助金 那這個應該屬於家福基金會 再從家福基金會 我們往下延伸到這個是伊甸基金會 再從伊甸基金會 來到了一個台灣失智政基金會 還是老話 一句 謝謝會員 你們的一個所謂愛心捐款 當其他的一個所謂股民受苦受難 不斷的放空停損 停損完之後再放空 這一波段 我們又創造了歷史 這一波段我們又創造 沒有任何一個老師 能夠比你的績效 而這個奇蹟 也可以發生在你的身上 重點就在於說 你有沒有得到一個所謂事前的預告 我所謂的預告 不是等到收完盤之後 跟你講說你看 在一個月前9400點 我就告訴你要漲 然後等跌下來的時候 每天跟你講拉回找買點 就事隔一個禮拜之後 又跟你講說 你看我老早在一個禮拜前 就跟你講9800點 就是高點 那叫廢話 叫屁話 一切的驗證 你都可以從三立財經台 或YouTube當中 得到一個完整的體驗 你認同我操作理念 還是老話一句 差一天差很多 全方位310 記得趕快一個小時 撥通電話叫做完整下去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微忙回來 來 去全球視野的操盤團隊 才能駕馭股海財富浪潮 華信投顧真心照顧 速播領航專線 02-2392-3988 2392-3988 來自工研醫院實驗室頂尖技術 天然萃取不含西藥成分 有效髮根復活 快速建效效果滿意 髮旺旺洗髮精精華液男女適用 康世美力大生技購物網 奇謀雙神熱烈搶購中 好 歡迎回來 這個個股的部分 這個相關的工業4.0 是的 對 上癮怎麼搶一天沒了 很正常 是喔 那還是 沒有啦 我這個人 反正志余問我什麼 我就很快把它解決掉 不是把志余解決掉 把大家解決掉 就好像志余問我大盤 我也是5秒鐘解完 因為我希望花更多的時間 去跟大家報告 有關於行善布施 那上癮的部分很簡單 169塊看法沒有任何的改變 那基本上我知道這一波 大家看到工業4.0 簡直要傻眼了 當超級無敵 大牛股上癮 漲得快三支漲停板 林華漲得四支漲停板 甚至包括618廣民 也漲得三支漲停板 不要說我沒跟大家預告 當時在12月9號 我就跟你預告IROBA指數 甚至很清楚跟你預告 工業4.0 它本來就是未來長線 來到12月底的時候 我在節目當中 我再次跟大家報告 那問題為什麼你看得到賺不到 因為很簡單 你對你自己沒有信心 那因為你根本不知道 我上癮買下去 林華買來西 到底會長會錢 因為很簡單 你根本不知道主力心態 這是為什麼 我要求各位去下載我的一個APP 因為當你下載完之後 很簡單 你看二零四有上癮 那當時在一百八幾塊錢的時候 主力心態空 結果一口氣爆跌 爆跌到一百二十幾塊 在心態由空轉多 由空轉多 有沒有一口氣又漲回到一百七幾塊錢 有沒有 這再一次證明心態的重要 因為當你看到主力作主在幹什麼時候 你就知道原來上癮這檔股票 不要說人家要炒 主力心態就是個標標準很多 同樣的六一六的林華 也都是一模一樣 當心態由空轉為一個水多 林華有沒有一口氣 拉出了四肢的一個水漲 你百二零四九上癮 漲不多 漲了三十四塊錢 我有客人 他真的融資買十張 賺了三十四萬 很高興到高興快跳起來 包括6188的廣民也都是一模一樣 心態多 結果股價有沒有一路往上做一個飆升 那更重要的重點 我知道你們看我的節目 即使你有一個我的軟體 但是有重點你看我節目之後 你還看其他頭顧老師節目 請問各位 其他頭顧老師給你什麼樣印象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基本上亂槍打秒賺的比較多 還是持股集中化賺的比較多 你不要去想這個問題 一般頭顧老師 好像你都沒有印象 他腦袋有什麼代表錯 都把是等漲一段之後 告訴你他手中有這個股票 對不對 可是就我的一個節目 你仔細觀察 我的節目就跟八點檔 連續劇一模一樣 又臭又長 你今天不讓我講上癮 我每天繼續講 後天繼續講 工業4.0 有哪一個頭顧老師 能做到這樣的一個所謂 那你要知道一檔股票 你要怎麼樣佈局 賺得多賺得久 很簡單 你下載我們軟體之後 我們在九宮閣裡面 有個標標準準的 即時的一個所謂訊息 在即時訊息裡面 我有沒有每天跟大家報告上癮 跟大家報告618廣民 所以包括6166的林華 更重要重點 我一直很欣賞我的軟體 就好像我欣賞治癒一模一樣 可是治癒很可惜 他沒有辦法預測 明天多空防守價 我們的軟體應該是全宇宙 唯一唯一一套 能給你主力心態 能給你即時訊息 能給你多空防守價 那多空防守價有多麼重要呢 我請問各位 如果你不知道240塊 240塊就是1590的亞德的多方防守價 你要怎麼樣從240塊賺到288塊 而且我完完全全我都沒有遮 你自然能做到股票不用遮 而且連多空防守價都在節目當中 跟你做一個所謂預告 那同樣的亞德我們又再做一次的 往下擊殺 來到了280塊 我們買進又從280 漲到294 同樣的2049的上癮 也都是一模一樣 那同樣的上癮 我在上個禮拜全台灣 有誰敢跟你預告 165.75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 就預告完之後 這是我們手機板 手機板在右下方 手機板在正下方 電腦板在右下方 就預告完之後 我請問各位 上個禮拜二 上癮有沒有穿價成交 所以說你不是問我說 上癮現在能不能買 當然能買月關鍵價在169 可是重點我之前所跟大家報告的 每一個波段的轉折 你到底有沒有辦法去掌握到 就決定你未來財富 到底有沒有辦法 倍增最重要的緣距 因為從165.75 又漲到178.5 又漲了13塊 隨便買個10張 是不是有13萬可以賺 所以在1月份的 一個關鍵報告 裡面有沒有跟你提到什麼 包括紅準 包括1月23號 1月23號更要包括紅準 美食建合心精彩 然後請問各位 今天的美食有沒有大漲 今天3370的精彩 收盤有沒有再創一個 所謂波段上面的新高 所以還是老話一句 工具真的很重要 重點 你要在第一時間擁有 要什麼擁有 很簡單 全方位360 你認同我操作的理念 得到事前的預告 事後驗證 改靈黃嫻 播通電話叫做環卡曲 好 非常謝謝大家 今天的收看 這間未來的時間報 我們明天見